黑猴皂梅也被叫做黑面孝冬 它们生活在中国缅甸 辽国 越南 泰国 以及柬埔寨等等地区 居住在雅热带或热带的湿润滴地林地 黑猴皂梅的保护状况被评为无为的物种 目前它们的生存环境相对稳定 这种鸟是属于皂梅科的物种 身体灰色 具有光泽 脸颊有白斑 但是脸和喉咙是呈现黑色的 它们常常在地上找食物 会在棺木丛里翻动叶子发出嘈杂的声音 目的是把骨脊椎动物给赶出来 通常它们会成双成对或者是一小群出现 也非常喜欢发出响亮而且很好听的声响 它们的歌声也非常丰富 旋律优美而温柔 黑猴皂梅通常在海南岛三月到八月期间繁殖 它们喜欢在林下茂密的灌木床或者是竹林里竹槽 槽里面还有垫着细嫩的草根 当它们唱歌的时候 歌声非常婉转而动听 这也是非常有趣非常漂亮的一种特殊鸟类 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种特殊鸟类的